古罗马竞技场又被称为斗输场或决斗场 是古罗马时期最大的原型决斗场 建于公元72年至82年之间 是罗马皇帝维斯巴西安为庆祝耶路撒冷的胜利而修建的 历史八年终于落成 仅存遗迹位于现今意大利罗马市的中心 它是全欧洲也是全世界保存至今最古老宏伟的竞技场 在电影决斗史中 男主角与雄师厮杀的场面就是罗马斗输场 看台上的贵族观众们带着残酷的笑意 整个剧场黄土滚滚一切甚嚣尘上 罗马的每一页都可以说与大竞技场息息相关 这个伟大的原型剧场已成为罗马城的标记 代表着罗马人的光辉 罗马斗输场估计可隆纳5万至8万名观众 沿袭了古希腊式剧场一山而建的半原型建筑模式 并利用券拱结构将两个半原对接 由此开创了所谓的原型剧场 后来越来越多的剧场和体育场的建设 沿袭了这样的设计理念 最伟大的成功往往建筑在无数的血泪上 当竞技场竣工之时 罗马统治者举行了为期100天的庆祝典礼 这场残酷的典礼动用了5000头猛术和3000名奴隶 互相参杀与欧斗 直到所有参与的生命贵于尘土 人与术或人与人之间的搏斗表演 一直到523年才被完全禁止 竞技场此后经历了许多大幅改变 甚至改造为墓地 拱廊下许多的空间改为住家级工作室 在中世纪时期 竞技场已经无能保护 损坏进一步加剧 后来干脆被用来当作碉堡 到了1084年 日尔曼兰打建罗马城 将古罗马城洗劫一空 竞技场成为一个被人们遗弃的荒芜之地 他身上无数的大理石 成为提供建筑材料的巨大基地 直到1749年 依早年有基督徒在此驯难为有才宣布这里为圣地 成为罗马天主教仪式的场所 并对其进行保护 时至今天 罗马斗树场是罗马主要的观光景点之一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付费参观斗树场内部 欧盟居民进去的费用由部分补贴 1980年 罗马经济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当游客们在断笔餐园上流连之时 在那巨大的废墟间 仿佛愣来回荡着千年前震撼冷心的掌声于欢呼 欧盟居民进去的费用